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潘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鲍尔吉原野所写的烈火英雄 这本书记载了一场 发生在2010年的 真实的灾难事故 716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故 如果不是消防员们奋勇救火 也许整个大孤山半岛 将不复存在 整个大连将面临灭顶之灾 周边海域数十年之内 将寸草不生 我们今天要读的 这个故事的主角 就是其中的一位消防员 他叫张良 如果不是这场灾难 张良或许已经是一位 人人祝贺的新郎官 是一个幸福的丈夫了 但是人生没有如果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读书 书中写到 在烈焰熊熊的火场的另一端 是无际的大海 这里是南海码头的海湾 在平时 这片海湾 海水碧蓝 欧鸟详集 浪涛拍机交时 建起一片雪白的浪花 而现在不同了 泄露的原油遮盖了海面 大海变成黑色的油潭 这里现在是大连消防支队 战勤保障大队的供水基地 火场使用的六万多吨水 有三分之二取自这片海湾 远程供水系统呢 是从这儿抽取海水 战勤保障大队二班班长 二期士官张良 负责清除吸附在浮艇泵上的 海草和油污 从表面上来看 这份工作没有火场 那么万分危急 但是却一点也不轻松啊 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左边的就是张良 您能想象吗 在这样黑色的 充满油垢的海水里 每天每个小时 都要下去一次 每次要泡在里面半个小时啊 这是什么感受 从七月十六日晚开始 张良每隔一个小时 就要下海清一次污 要用手和刀去除泵上的海草 这泵的吸力太大了 每分钟吸水是二十吨 它把杂物都吸在了泵口上 影响了吸水 南海码头的海草冒名 用钢管架架在泵前 也挡不住海草 泵的吸力太大了 感谢观看 他没让李娜说话 女人话太多 关心你 唠叨你 问火场的情况 没完 此刻张良心里很轻松 大伙基本上被扑灭了 只剩下扫尾工作 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 而不幸的事情 就在第二天 也就是七月二十号的早上 发生了 那天 大海风浪骤起 海面风力达到八九级 波浪和海面十几厘米厚的游污 混合在一起 韬飞浪卷 情态俊切 八点三十分 扶艇泵再次被海草堵住 张良与韩小雄相伴 下海青海草 他们下海之后 感觉一身的好水性 此时已施展不开 浪头涌 人的鼻孔嘴巴 全被游污呼住 吐不过气来 手脚也不灵便了 正在岸边维修机器的 战情保障大队教导员 郑战红 听到海里发出呼救声 一下子明白 张良和韩小雄 是被海浪卷走了 郑战红 赶紧跳进海里 去救他们俩 浮游的海水 变得很沉 挥避滑水却滑不利落 这海水又变得柔软光滑 抓什么都抓不住 郑战红离张良 只有七八米远 他竟然游了四五分钟的时间 他终于游到了张良身边 张良隐隐约约 从海里冒出了脑袋 全是黑油 连五官都分辨不清 郑战红抓住张良手腕子 这么拽也拽不动啊 张良脚下 好像拴了一个磨盘 眼瞅着海浪 把张良从政战 好 最后一回 我会有关 这位导致 重炉 那边 是 那边 这边 我会有关 我会有关 是 小炉 这边 我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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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官兵的泪水 年仅二十五岁的张良牺牲了 如果没有这场大火 那一天他应该正在与他的新婚妻子举办婚礼 然而所有一切本应有的美好 都随着张良的牺牲 就像被打破的泡沫一样消失了 消防员是公认的危险行业之一 也许从他们穿上消防服的那一天起 就已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 就像张良曾经在参加支队演讲比赛的时候 说过的一段话 他说 这个世界有许多东西可以轮回 唯独生命例外 当我把生命交给使命 把忠诚交给槟城 用短暂的青春画上生命句号的时候 就赢得了一个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 好的 感谢您今天和我们共读 由鲍尔吉原野所写的烈火英雄 咱们下次节目再会